小镇居民连人带牛拔腿狂奔 因为大火越烧越近 土耳其森林大火延烧一个礼拜 尽管官方表示已控制住大多数的火场 但几个还在烧的地方火势依旧相当惊人 受烟火波及的还有土耳其滨海度假圣地 博德卢姆 许多游客宛如上演灾难片得搭船撤离 因为大火已经逼近饭店 尽管包含西班牙和克罗埃西亚等陆续派出飞机援助 但许多灾民抱怨这几天根本没人帮忙 画面中的居民自行拉水线灌旧 还有妇女以水瓶或水桶撒水 这场野火还掀起土耳其政治口水战 除了反对党痛批总统爱尔段救灾无能 一名退役少将亚一哲还指控野火是库德工人党联合希腊所为 各种阴谋论甚嚣陈伤 谁做这事? 特律师 特律师 我认为是 特律师 特律师 according to a forestry expert that we spoke to 95% of forest fires in Turkey are due to human error or complete and total carelessness and disregard for nature 然而不知土耳其 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有野火发生 Look at the number of hot spots that this satellite has found across northern Europe southern Europe parts of Greece Turkey as well all the way now this is only a 24 hour period of where there are flames on the ground Five fighters in Greece are battling dozens of forest fires in a heat wave which the prime minister has described the worst in more than 30 years 希臘禮拜二还测出47.1度的高温 比起伊拉克当天的45.2度还高 各种极端天气持续上演 事实上正当土耳其南部野火肆虐之时 东部地区却因为暴雨发生土石流 一名女子惊险被救起全身沾满泥泥 少年在一旁下的嚎啕大哭 幸好这名女子最后清醒抱住一命 几天前印度新德里再度因为大雨酿成烟水 孟加拉同样因为洪灾导致30万人滞留村庄 原本南亚6到9月的雨季成了灾难季节 更别说上个月大陆郑州洪灾触目惊心的景象 若人类再不反思气候变迁 各种大自然的反扑只会更加频繁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